我們說的是新時代集團主席馮永發先生 榮獲BC大學UBC頒發榮譽博士學位 在畢業典禮當日由BC大學校長Steven Tube 頒發學位給馮先生 頒發榮譽博士學位的目的 就是為了表揚馮永發先生對學校和社會的貢獻 相信亦是評審委員會對馮先生的一種鼓勵 成為博士的馮先生 還和在場的應屆畢業生致詞互相糞便 咦?我們現在改口應該叫馮博士 沒錯,馮博士是加拿大一位成功的企業家 在做人做事方面都很值得大家向他學習 不如聽聽他對社會新一代的一些提點 其實在大學畢業之後都應該自己不斷學習 不斷尋求目標,助言起行 自己找到目標之後真的去做 才能達到自己的理想 在古書大學中也有說 修身齊家自覺平天下 我們對朋友、對自己親人、對自己同事 都要一視同人,要公道、公平 做事才會成功 馮先生也連續六年被瘟哥華主流權威雜誌 我們祝願馮先生繼續努力為社會作出貢獻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